第1588集 妖光发生了大地震 不断的抖动 巨大的裂痕蔓延 山摇地晃 高地内出现一股非同寻常的契机 让人颤力 想要跪拜下去 整片妖光一阵大乱 十几万年了 还有这等大事发生 圣地像是要崩了一般 妖光弟子听令 立刻集合 一个苍老的声音 瞬间响彻群山万鹤 所有人都惊着一阵 快速的安静下来 向仙武场拒去 我等要举教搬迁 这则消息像是一个炸雷板 惊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堂堂一大圣地 竟然要搬离原址 古来少有 东地一声 高地震动 裂痕密布 有些地方开始塌陷 让每一个人都心中惊悚 想来 要不了半个月呢 圣土就会崩开 此地成就了我妖光 但而今不得不离开了 不然将有大祸 众弟子归位 显然 妖光高层早有准备 也不知道多少年前就预料到了今日之事有应付的手段 一一声闷响发出 一片鲜光照亮了苍羽 让天地都暗淡无光了 若已向朦胧 彩光万条 所有秀丽山峰 全都拔地而起 确切的说是 这块高地上的一片地层 整体脱离大地 载着妖光圣土升向高空 而那些原本就漂浮在虚空中的电雨楼台 城池等 更是再一次上升 像是一个小型的大路腾空 妖光的上古大阵不损 古墓还在 老药依然飘香 各种灵禽瑞兽未逃 建筑依然宏伟 整体搬迁 一口黑色的大顶悬在最高空 大道痕迹都被压落在下 它通体 无金光闪烁 神秘莫测 上课花鸟重鱼 飞禽走兽 日月星辰 古朴大气 正是集到地兵 龙闻黑金顶 妖光的肃老将其祭出 悬在天穷上 垂落下数以万缕的道痕 将整片谷地都护得严严实实 举教搬迁 他们怕在路途上被人攻击 将无上帝兵祭出 进行防御 这一日 南域震动 众多古教莫不震撼 堂堂一大圣地竟然选择搬离固止 着实是一则惊事的消息 通过御门 透过传颂阵 这条消息快速的传遍五域 全天下大震动 赶紧去南域 妖光故地必有惊天变故发生 对于我们来说 也许是一场大机缘 有的古教之主知道一些秘心 反应非常快 那里会发生什么 九成的人都不解 有老教主南南说道 一字上古大秘 多半要被揭晓了 妖光无地 在一个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的夜晚 铸成了地兵 龙纹黑金顶 号称是件最伟大的奇迹 有人说是一代又一代 圣贤 偶心沥血 前赴后继 以生命铸成的 是该教上下 共同膜拜五万年的结果 可却也一直有传言称 根本就不是这样 天下风云骤起 一阵大乱 也不知道有多少修士 在第一时间动身 赶向南域 遥光烈 龙纹黑金顶 在垂落万道鲜光 内部仿佛有一个神胎要冲出 沉沉浮浮 许多人都大惊 在整片圣地升空的过程中 这件地兵喷勃仙霞 与那高地相互呼应 竟有坠落下去的趋势 这是怎么了 快快催动 叫中大惊 整片圣地 内刻上古法阵 外驻天下非仙格局等奇景 若是发生意外 将损失惨重 无法衡量 走 一块神圆出现 闪烁刺目的光 仔细观看可以发现 内部镜封有一个老者 白发苍苍盘坐在内 这是一个难以猜测 实力多么强大的古人 是遥光的一大底蕴 咻的一声 黑色的地顶沉浮 霞光亿万缕 盗灰千万重 顶中更是有仙气在沸腾 法处混沌雷鸣 一下子稳住了 一位古圣催动黑金顶 自然完全不一样了 彻底稳定了局势 高地上 数米宽的大裂缝 足有成千上万道 每一条都蔓延出去十几里 磕擦作响 仙徒江滩 空中的黑色地顶 溢出也不知道多少道仙光 吃剩了起来 让众生颤力 不得不膜拜 果带着整片圣地飞快远去 妖光圣地所有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刚才大地下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 与黑色的仙顶呼应 差一点脱离他们的掌控 失去此顶 千古大坟江崩 引动难遇一片沸腾 诸多古教全都行动向这里赶来 就是妖光自己将临在早已勘测好的灵地后 也在第一时间派遣高手回返 占据有力地势进行关注 不想彻底放弃 这是一场大乱 难遇喧嚣 东荒一骚动 中州南陵等地的修士 无不注目与动身 连古族的人都来了 断得一脸神棍相 无量天尊 幸好频道早有准备 挖出了一条由道痕交汇成的密道 不然还抢占不了陷阱了 这块高地 在接下来的这几日 发出了阵阵的恐怖波动 大地不断军裂不成样子 中州的巡龙帝师 刚一赶到就皱起了眉头 他们是继夜凡断得外的 另一批奇人异士 可观山川 可堪地势 这个地方 逆夺天地造化 难怪妖官可以兴盛十几万年 太过非凡了 不过 天机不险 一片混沌 看不出有什么 巡龙帝师手段非凡 第一眼就觉察到了神意 若非断德 叶凡先后出手 在这个地方有布置 他说不定能琢磨出什么 断德 黑黄 叶童 龙马 全都隐匿了起来 因为古族的人来了 他们也不想节外生枝 叶凡自然也很注意 前段时间 他力批了天皇子 引发震势大波 即便斗战圣佛庇护 可是难保不会 没有铤而走险的人 果然 古族出现后 气氛大不相同了 有强大的半圣 睁开天幕 四处扫视 这明显是在寻人 该不会有圣级祖王来了吧 叶凡站在一块青石上 在人群中观察 他的原天眼与众不同 可看破一切虚妄 这个地方 盈盈绰绰 整片山地都是修士 天下强者温风而动 全都在谈论上古秘心 当年 妖光能铸成帝兵 绝不是五万年祭拜的结果 也不是因为一代又一代 古圣贤以命鸣克而成 据传 有一位无上存在 在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降临 铸成了地顶 而今 妖光圣帝列 举轿搬迁 人们自然没什么忌惮 在这里将一些密心等说了出来 龙门黑金 举时难寻 尤其是足有多半方 实在是太难得了 妖光圣帝能够得到可以说是有大气韵 要知道 古之大帝有的都没有能铸出帝兵来 因为缺少材料 这等鲜矿 矿势难寻 他们像是膜拜神明一般 将此黑金铸成顶状 至于忠心先锋上 但凡进门的弟子每日都要祈祷 认真叩手 那是一个辉煌的大事 妖光虽未有递出 但是圣贤不绝 代代有绝艳人物出 连绵下来 五万多年 顶中也不知刻上了多少圣贤印记 甚至曾出过两位大圣 将他们的命与魂都奉献了出来 在作画前将一声道横打进顶内 交织成痕 人们都说 最后是他们感动了上舱 故此在那个神秘的雨夜 鲜光一缕 混沌雷万虫将顶淹没 极尽升华 化成了地冰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讲故事 谢谢